首先要告诉您 莫拉克风灾的救难人员 今天傍晚从高雄县六龟乡 传来令人震惊又遗憾的消息 他们单单在不老温泉这个地方 就挖掘到了36具罹难者的遗体 而因为到了晚上 救援任务必须要暂停 目前还无法确定 当地到底有多少人已经遇难 断裂的六龟大桥出目惊心 残存桥面堆满漂流物 前往六龟的道路全部中断 等不到外界救援 有湘民自行脱不脱困 不过里头情况有多惨 下午搜救人员带来坏消息 这个数字恐怕还会增加 因为随着天色变暗 救援工作只能站到一段落 湘工所现在急需失贷 来安置罹难者遗体 目前六龟箱包括宝来 新发等村子断讯失联 受灾状况还不清楚 雪是惊人的老农溪 不止把六龟大桥 大金桥冲断 六龟游客中心倒落溪里 还好当时没有人在里头 而暴涨的溪水也几乎将宝来 温泉区全毁 透过民众在撤离前 用相机所拍下的画面 可以看到原本风景秀丽的风景区 已经面目全非 对照风雨来临前 游客开心泛舟的画面 老农溪这一段有机流乱石 适合泛舟的河段 在台风来临时 却变成滚滚洪流 几乎冲上道路 居民在惊险逃命当下 记录家园被毁得无奈 也见证风雨的确无情 记者综合报道